今天轮到瑜伽大事 江哈马的爱恨情仇了 他的故事很曲折 先来看一看他小说的表现 这就是江哈马的奇葩童年 但这些都不是他童年的主旋律 他的主旋律就一个字 贱 在他七个月左右的时候 他策划了小孩和小便睦的战争 他故意把熟悉的小孩吵醒 便叫唤便摆出各种的姿势 就这样呢 小孩打开了笼子 发现大事不好的江哈马 迅速的就跑了 然后呢 小便睦上去尿了一破尿 彻底激怒了小孩 当小孩呢 从笼子里出来 他俩打得难舍难分 这个时候的江哈马呢 趁去上去咬了小孩好几口 因为在那之前 他俩打过架 之后呢 江哈马长大了一些 把这个剑在这儿呢 跟发挥的淋淋尽致 然后也是因为这个剑 被小便睦揍了 当时的耳朵呢 那是滑滑出血 小便睦呢 却没有一点回忆 之后给江哈马吓的呀 只要小便睦靠剑 江哈马呢 全身都在抗拒 这件事之后 过了很长时间 某一天的清晨 我发现江哈马 和往常不一样 开始呢 挑衅小便墨 就这么呢 一直跟着 奇怪的是呢 小便墨没有进 在下午的时候呢 江哈马突然爆发了 突然咬住了 小便墨的后背 我当时呀 都有点梦了 我刚讲上去那 他俩打架呢 竟然结束了 就保持这个姿势 在这块站了很久 然后就结束了 再然后呢 就不敢让他俩见面了 之后呢 小便墨住了笼子 江哈马呢 时不时的会去挑衅 直到最后 江哈马也住了笼子 迎了小便墨的江哈马 自行性爆跑 开始呢 学着散除的样子 管教起了大个 那个时候的大个还小 被江哈马吓唬的呀 一愣一愣的 在他面前呢 别说反抗了 连叫唤呢 都不敢叫唤 直到后来 他知道了自己的能力 孙剑给江哈马秒赏 而大个和小哈 真正决裂 实在某一次 没有放大个出去玩 而他呢 自己打开了笼子 这个时候对大个呢 就跑了出去 大个看到小哈 完全没想跟他打仗 但当时的小哈呢 突然间冲向了大个 上去是张嘴就咬 然后我家呢 乱住了一团 我妈因此呢 还被大个咬了一口 我爸当时呢 还把手机丢了 之后找手机的场景 让顺眼呢 乐到现在 之后的大个 让我骂一顿周 但打完的完全没有效果 从那一刻开始 我也算是真正的认识了猎性犬 也理解了城市当中 为什么不能养猎猎性犬 曾经为了让大个和小哈一块玩 我们也做过努力 单独以失败告终 支持家里几条狗的打仗行为 也算得给大家汇报完了 这视频当中的狗 除了删除和元宝 其余都不能互相见面 还有没在画面当中的小哈 都是他们的头号功底 下期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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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期待